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一期Budelstrap5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容器的概念container 容器的概念 不管您以前是用过Budelstrap3 还是4 还是今天的5 容器的概念都是必不可少 甚至您在用其他的类似Budelstrap5的CSS框架当中 都会遇到容器的概念 它是最最重要的概念 没有之一的重要 今天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好 那咱们在讲解之前 咱们还是先看一下Budelstrap最新的更新进度 好不好 release进度 咱们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他前两天的4是出到4.5.0 然后他现在更新成是10小时之前 更新成了451 对吧 他4进行了更新 然后咱们5 大家请看 还是Alpha1 那咱们就基于Alpha1给您讲解 好不好 OK 那咱们开始 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我带您咱们了解一下 Budelstrap5中的容器的设计 好不好 OK 首先说Budelstrap中 它为什么要设计容器这个概念呢 我的理解是 大家请看 控制页面显示的宽度 把每个页面做成一个局部的块 这个块的宽度该如何显示 这个就叫做容器container 讲明白了 OK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BS5 Budelstrap给咱们提供的容器的类型 都有哪几种呢 大家请看 第一 container 这个呢 是随着页面的宽度呢 它自己响应 自己变化 咱们不用做细节的 细微的控制 好不好 OK 第二 第二呢 也常用啊 这是Fluid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流举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您如果在您的DF当中 指定了这个CSS的话 指定这种容器类型的话 它会用页面最大宽度 给咱们显示 寄 您能看到的显示宽度是百分之百 但是呢 有的情况下呢 咱们可能要根据用户不同的页面的宽度 咱们要做一些自己不同的设计 那这个时候就会用到 大家请看 container- 后面呢 跟上是一个breakpoint 断点 这个咱们上期讲了嘛 对吧 它会根据断点 您页面断点的设置 而给您呈现不同的显示效果 目前BS5中给咱们提供的断点 有哪几个呢 SM 对吧 MD Large 大Large 超超大Large 是吧 给咱们提供这么五种类型 应该说六种类型 好一种小于五七六的嘛 对不对 OK 那么它会根据咱们提供的这个断点类型 来动态的显示 咱们这个页面的宽度布局 好不好 有朋友听到这还是糊涂 什么叫这个自动调整宽度 什么叫这个断点 在这个container中 该如何的响应 该如何写 我该怎么理解呢 别着急 马上看例子 我今天的例子 能够马上给您讲明白 这个断点和容器的关系 咱们看啊 首先这个地方 我给您声明了几个容器 哪几个 咱们看 第一 container 这个我刚跟您说了 它是自动响应页面的宽度 对吧 一会咱们会看到它的行为 同时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 加断点的container 比如说加上SM MD 大垃圾 超超大垃圾 对吧 还有一个是弗鲁伊德 弗鲁伊德 什么意思 弗鲁伊德 弗鲁伊德 就是说 它显示百分之百的宽度 咱们马上看结果 但是看结果之前 我再给您多说一句 为了便于您理解 下面这段代码 我前两天在我的另外课件中 也加过 便于您看到 我当前页面的宽度像素是多少 好不好 另外 我在给您看效果之前 我再多说一句 哪一句 大家请看 我给您举个例子 咱们就拿这行来看 能看到吧 这行我指的是蜡指 对吧 是大蜡指 对吧 这大蜡指容器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大家请看 我后面给您写了一个具体的写 如果它大于1200像素的时候 注意听 重点来了 如果页面宽度大于1200像素的时候 那么这个DIV的宽度 将显示为1200像素 减不减二 这都另外再说 它会显示为1200像素 您这行明白了 通理都明白 比如说这行992 这是蜡指 对吧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您的页面宽度 大于992的时候 那么这个DIV的宽度 就显示为992 好吧 那么这1400呢 如果您的页面宽度 大于1400 那么它就显示为1400个像素 那如果不大于 那怎么办 咱还拿1200以下来说 如果你大于1200 那么我这个DIV显示1200的宽度 不管你页面有多大 我都显示为1200 对吧 如果小于1200该怎么办 如果小于1200 和弗鲁伊德一样 它会百分之百宽度显示 说明白了 DIV container 就这么一个功能 您听明白 我刚才给您解释 您就完全掌握了container的使用方法 马上运行 开始 考贝过来 然后考贝到我的模板当中 存盘马上运行 这个地方我提前给您开了 然后刷新 今天咱们是第七课 是吧 是对 第七课 咱们访问这个 然后看一下这index 这是我刚建的文件 对吧 点击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我现在页面呈现的宽度是1478 对吧 因为大于每一个断点 所以说呢 它按照1400去显示 对吧 它会自动适应 对吧 它不会说我这大于这个 是大于这个576 但是我就显示成576 这不对 它是按照咱们设计的这个 波多斯拉夫内部的断点设计来显示 咱们小于1478的最大的断点是多少 1400 那么所有的容器都显示为1400 这是它非常智能的地方 非常好 但是注意看咱们的弗鲁伊德 弗鲁伊德 它就是傻傻的百分之百的宽度显示 对吧 OK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我要调整页面的宽度 咱们看效果 Go 我先把它拉到最大 大家请看 目前是1470 对吧 因为咱们是大于1400 所以说所有容器都按照1400显示 当我小于1400的时候 注意看 去了 注意看 大家看 当我小于1400的时候 咱们这个大大蜡指 它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的宽度 对吧 其他的容器都变为下一个断点的宽度 1200 对吧 然后咱们接着缩小 再缩小到1200的位置 那么咱们这大蜡指就要变成百分之百 同时所有的容器都变成992的宽度 这个就叫做什么 叫做自响应式 对吧 你明白这个就明白 Bluetrope设计自响应是怎么回事 对吧 直到最小的时候 所有容器都是宽度百分之百 这时候就跟您打手机一样 看到所有的内容 都是百分之百的宽度显示 而且也不横着放了 都竖着放了 对吧 这个通过宽度的查询 媒体查询都能够做到 这个就是它container的设计 它设计的初衷 就是前几期我给您介绍的媒体查询 有了媒体查询 container的实现 仅仅是媒体查询的方便的特性之一 还有很多的特性 比如说行显示变成列显示等等的 我都会慢慢的给您讲到 请大家不要着急 咱们细水长流 一点点的给您讲明每一个知识点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的BS5中容器的概念 希望您能够理解 并且知道断点的设计的原理是什么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就是这么多了吧 好 这个视频就是这样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咱们在今天的视频再见 拜拜